好不容易抢到票 来音乐节嗨屁 到了拍照打卡的时候 我离了个大普勒节 四个音乐节拍照技巧 速速来学 穿搭呢 尽量选择一套路 幅度高一点的衣服 为了梗簇皮儿哈 细节还是要做到位 像搁置我手上这些小毛毛哈 脱一个都不能留 脱毛膏比较刺激 出去脱毛呢 又很麻烦 所以我直接就是洗澡的时候 用这个吉列维纳斯耶耶气垫刀 草剧方面 就这样轻轻一挂 毛就没了 而且它很温和 一点都不会刺激 这个气垫润滑条 就跟我们平时上妆用的气垫一样 和也轻敷哦 这种超薄刀片 还刮得很干净哦 还是持正上岗的 就是上下两块灶头 还加了欧雷耶香精华 所以超级顺滑 你看刮着刮着 还有这种泡泡 刀头也很灵活 像森桑那些卡卡哥哥 都能遭遇到 这个还是我回购的第二把了 之前这个吉列维纳斯的 芦荟气垫刀 360度润滑条 和含有芦荟精华的润滑条 也挺好用的 建议女孩子们都哈 背上一把 以备不时之需 OKOK准备就绪 吉列维纳斯还赞助了 阿娜呀音乐节 这不就有机会 教你们音乐节怎么拍了吗 入场后 先和舞台来个合照 离舞台远一点 再把镜头放大拍半身 以人群和舞台为背景 松弛张开手 发现了吉列维纳斯展台 这颜色太清新了 打卡照来一张 好多打卡区域 拍照都超级出片 想和喜欢的表演嘉宾合照的话 找到这种大屏就可以了 站远一点 把镜头放大 微微蹲下来仰拍 再把人放在最右边就OK啦 傍晚遇到夕阳再好不过 咱们就降低机位 微微仰拍 头顶留白给天空 人大紧小 带到后面整个氛围 再打开闪光灯拍 晚上舞台的光 就是最好的氛围感 工具人退后 大概两个手臂距离 打开闪光灯拍 更有感觉哦 关注蜡蝶日哟 对不起 好多地说 关注蜡蜡蜌蜓 也快一会儿 点责